第211章前塔修炼 雷骨 雷云凝聚 即便是晴朗之空 这里也显得有些阴沉 踏进雷殿 便见到一身蓝袍的长老 此人 赫然正是守雷气塔的长老 雷长老 雷长老 林霄恭敬地打了声招呼 我想进入雷气塔第二层 跟我进来吧 雷长老仿若知晓林霄要做什么一般 淡淡地点了点头 便转身朝着殿内走去 林霄也没多想 随即跟上 随着脚步升 大殿内地面占据三个方向的入口 很快出现在了他的视线当中 第二层启动一次阵法要一百枚雷珠 准备好了就进去吧 雷长老淡淡地望向了入口 林霄拱了拱手 便踏入了雷气塔第二层的入口内 第二层内雷气塔铁屋与第一层相差无几 不过却小上了十倍 想来能够进入雷气塔第二层的地子 也是极少 踏入一间铁塔屋 顺手河门 林霄缓缓走向前方石柱撑起的阵台前 摸了摸储物界 将储物界中的一百枚雷珠取出 第二层启动一次阵法就要消耗一百枚雷珠 还好这次收藏比较多 惊叹一声 林霄深吸一口气 然后将雷珠放入了阵台中 雷气阵法 当即启动 吃 滚滚的雷气 从雷柱上汹涌澎湃而出 向整个房间弥漫 林霄的身体 眨眼被波及 一道道雷霆之力 从四面八方电击向了他的身体 林霄身体颤了颤 仿佛被电击一般 一阵阵疼痛和刺激之感涌入心头 这第二层雷气强度足有第一层的五倍 这完全不是来修炼的 而是来遭雷劈的 林霄心底暗漫一声 很快运转起了经脉 以雷气为元气修炼了起来 这运转修炼速度 比元气修炼不知道缓慢了多少倍 那汹涌澎湃的狂暴雷气 仿佛要把他的整个丹田称暴一般 膨胀不已 承受着痛苦 默约一个时辰的时间 林霄方才适应这雷气塔第二层 以雷气当元气的修炼 不过 他这次可不仅仅是单纯的以雷气修炼 而是要凝聚雷源 将雷源凝聚于丹田之中 这难度 可是相当的大 而且也是相当的有危险性 搞个不好 都能把自己丹田称暴 而且 这修炼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 修炼的时间越长 便说明要承受的痛苦就越久 不过 这次进入雷气塔 林霄便打算凝聚雷源 不凝聚成功 便不罢休 时间如缩 一个月时间 悄然而逝 林霄再在第二层雷气塔中 也足足修炼一个月 这个内 他已然是启动十数雷气阵法 消耗了一千雷珠 在第十次阵法之时 他丹田内的雷源 终于凝聚成形 丹田之内 那浩瀚原力凝聚如蛇胆状的丹田当中 凝聚出了一枚更为精小的蓝色胆状物 这胆状物 便是雷源 由无数雷气凝聚而成的雷霆力量 蕴含着滔天的狂暴雷霆距力 这雷源丹田 可谓是丹田中的小丹田 若是爆炸开来 林霄这种肉身 恐怕都要被爆死无数次 好在 凝聚雷源 算是有惊无险的过去 终于成功了 林霄身上 有着隐隐的闪电流转 常常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 可以修炼剑法了 不过 这雷气塔第二层的雷气 显然不够快了 一个月的凝聚雷源 林霄的肉身 比之前也是强上了一个层次 这时的雷气 对他的作用已是减小了不少 还有两个月时间 便要开启进入内院的历练 他的劲敌不少 必须要在这两个月内 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实力 缓缓地走出雷气塔第二层 从入口中走出之时 林霄目光在大殿内扫尸了一眼 此时只见得雷长老的身体 很快步入他的视线当中 不简单啊 以雷气凝聚雷源 你算是圣源学院的汉力了 带着有些吃惊的目光 雷长老赞赏地叹道 果然瞒不过雷长老的眼睛 林霄不惊叹一声 这雷长老实力高深莫测 想来整个雷气塔 都在他的关注当中 不过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凝聚了雷源 才是修炼雷霆剑爵的基础 想要将雷霆剑爵修炼大成 还有不短的路 雷长老随即泼冷水说道 雷长老知道我在修炼雷霆剑爵 林霄顿时一愣 诗经地道 雷霆剑爵是我放进去的 雷长老如实开口 既然林霄成功凝聚了雷源 便没有再打算再隐瞒 什么林霄在京 这雷霆剑爵是雷长老放进藏书阁的 也就是说雷长老修炼的 也是这套剑爵 不用诧异 会这套剑爵 不止我一个 不过即便是我 也无法修炼到大成 但可以肯定这套剑爵的威力 提到雷霆剑爵的威力 雷长老脸上露出了一抹傲然的神色 接着说道好好修炼吧 这套剑爵 绝对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文言 林霄大致明白了什么 连雷长老都亲自修炼 而且还没有修炼大成 想来这套雷霆剑爵 恐怕不是圣源学院核心武技也差不多了 多谢雷长老 林霄最终拱了拱手 没有多说 现在 你是想进入雷气塔第三层吧 雷长老随即问道 林霄点了点头 雷气塔第三层 雷气比第二层强上十倍 一千枚雷珠启动一次阵法 一次阵法 启动一个月 你可要想好了 雷长老淡淡的介绍道 一千枚雷珠 林霄暗暗砸了砸舌 第一层只要三十枚 第二层只要一百枚 这第三层却要一千枚 普通弟子 恐怕传一年都传不出来 若不是抢了整个莫蒙 恐怕连他都找不出这么多的雷珠来 不过好在 储物界当中 刚好还剩着两千枚雷珠 足够他用上两次 当然 第三层雷气塔启动一次就足够修炼上一个月 雷气比第二层还强近十倍 若按照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 第三层要划算了无数倍 但这也要足够强大的肉身和实力才能够享受的 能够进入雷气塔第三层的 整个外院恐怕都没有多少人 缓缓踏入了第三层入口 林霄再次进入了雷气塔内部大殿当中 里面 仅有着十数间房间 这里的铁塔屋房间倒是比之前大上了数倍 其中 有着闪电隐隐流转 看那威视 仿佛随时都要爆炸开来一般 望着就令人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踏入了一间房间 林霄将铁门盒上 深吸一口气 将一千枚雷珠取出 滚滚的雷气 从石柱上滔滔滚而出 这一次 林霄用了足足数日的时间 方才适应这第三层的狂暴雷气 整个人也被电得乌漆麻黑 十分的狼狈 数日过后 林霄方才将长剑取出 开始依照雷霆剑爵 修炼起来 林霄这一进去 便是两个月 而这两个月的时间 整个圣元学院外院的弟子 都在紧急筹备杀戮历练 第212章杀戮历练领导 站在外院尖顶的人物 这两三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都已经消失 不少弟子也在闭关猛修 也有不少弟子在到处比武切磋 提升实力 而在这期间 也涌现出了不少出色的天才 当中最为耀眼的 便是艺人 林虎 总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便是从天舞六众 生生提升到了天舞九重 实力更是惊人 在圣元学院内 接连挑战数十名高手 名声赫然崛起 就连莫蒙的莫玄和莫昌 都败在了林虎的手中 还有一名小有名气的三星弟子 也败在了林虎的手中 在整个圣元学院外院 除了那些闭关修炼的顶尖三星弟子 这段时间内几乎是无人敢惹 天门的势力 也是由此大涨 如今已然达到了五十数人 而且这些人的实力 也是个个都不弱 整个天门的整体实力 已然可以挤入前十之列 当然 天门还有不少高手崛起 王龙也是踏入天舞九重 踏入了三星弟子之列 外加还在闭关的林霄 天门便是足有三名三星弟子 这让得其他势力 都是十分的忌惮 此外 进步神速的弟子也是不少 譬如胡悦 从天舞二重 直接突破到天舞六重 三个月突破四重 这速度相当之快 让天门的弟子都责舍 只不过 天舞六重的羞为在圣元学院外院 太过频繁 胡悦也从来没出过手 因此在外院当中也没有什么名气 但有林霄和林虎在背后撑腰 而且胡悦性格粗鲁 鬼点子也不少 也让得天门不少人喜欢 其命令 在天门跟林虎差不多 东东东 这日清晨 带得阳光菩萨大地之时 令人期待已久的历练终于到来 悠悠的长钟 缓缓传遍了整个圣元学院 圣元学院主峰的浩大广场上 已是有一道道人影 不断闪烁而来 围到半炷香的时间 整个广场上 已是占满上了一千多人 这一千多人 绝大多数都是天舞修为以上 而且都是青年弟子 这若是放在外界 绝对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不知道这次历练 有没有内院弟子出现 以往这种场景 不会有内院弟子来鼓鼓士气 不过内院弟子向来神秘 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这内院弟子 我们都从没见过 听说人数相当的少 却无疑不是五王级别的存在 可以说神龙献首不见尾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 恐怕很难见到 人群发出一阵阵稀奇的声音 不过等了好一会儿时间 倒也没有任何发现 内院弟子的足迹 而此时 在人群当中 当一对五十数人的人马走来之时 便是引起了一片喧哗之声 那是天门 刚建立三个月的势力 真是了不得 三个月的时间 就达到了这个规模 前有林骁 后有林虎 这天门若是再有一两年的时间 恐怕都要排到了外院前列去了 中道前五道是有希望 不过要与那些内院势力相比 还是差了一些 这次历练过后 不知道天门还存不存在都是个问题 林骁可是得罪了不少人啊 内院势力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惹得起的 希望林骁和林虎不要在历练当中 遇到那几个妖孽吧 否则这新兴的外院势力 就有可能败落了 哼 内院势力 岂是他们招惹得起的 等历练一过 林骁必死 阵阵一论 喧哗之声响起 有不少弟子倒是希望看到天门崛起 但也有不少人想让天门被踩下去 天门太过高调 得罪的人也是不少 莫蒙的人来了 就在这时 众人的声音变得有趣了起来 见得天门的弟子 莫蒙的人气势汹汹从侧面走了过来 为首的赫然正是莫义 此时的莫义 脸上充满了有些扭曲的阴冷 身上的气息也变得强横了许多 讲来这三个月为了复仇 莫义是下了不少功夫 哼 莫义上来就对着天门扑面的人冷哼道 脸上有着一股杀意在弥漫 你算什么东西 乔得莫义和莫蒙众人的神情 林虎也是相当霸气地道 诗 附近顿时安静了下来 不少街市倒吸了一口气凉气 这林虎倒也是霸气得很啊 即便是面对莫义 也敢直接开骂 丝毫不给面子 让得莫义的主动找茬都被压了下来 不过毕竟连莫玄和莫昌都被他打败 如今也是一名三星弟子 想想也是正常 你 莫义脸色当即沉了下来 一股杀意在其身上弥漫 其身后的莫蒙成员 也是个个都提起了神来 一股股冷意 纷纷爆发 而此时 林虎以及天门五十数人皆是爆发出了狂霸的气势 地面的灰尘随着那股气势扬起 强盛的气息 比莫蒙众人的气息强盛数倍不止 直接碾压了过去 面对这股气息 莫义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金色 他才刚刚出关 还不太了解天门的情况 没想到如今的天门弟子 以及眼前的林虎都强盛到了如此地步 不过 此时实力精进的他 倒也无惧 但想要今日的场合 以及为对付林霄留守的准备 也没有抱走出手 外怨 还轮不到你们天门来称霸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清朗的声音响起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 向天门的五十多人席卷而来 天门的众人气息 直接被盖压了下来 清蒙的人 人群发出了一阵惊呼 林虎和胡悦等天门众人脸上有些难看了起来 因为这清蒙的总人数 已是达到了八十多人 可谓外怨最庞大的势力 加上清蒙盟主 纪青山本身的实力 若不是几个内怨势力 个人实力太强劲 清蒙可称是外怨势力的霸主 而因林霄的缘故 清蒙和天门也是不和 一出现 便是要针对天门 青山兄 墨翼对着纪青山拱了拱手 纪青山冲着墨翼点了点头 有些冰冷的目光弯向了林虎吐声道 天门最近太张狂 我 很不喜欢 围观的众人纷纷心惊 看来天门要倒霉了 纪青山的意思很明显 此次进入历练 恐怕是要清理清理天门的嚣张气焰 我也不喜欢你 胡悦美好气地回应道 这让得纪青山的神色微微沉了下来 哼 一群跳梁小丑而已 希望林霄不要躲着不敢出来 否则这次历练 拿你们天门开刀 拿我们天门开刀 你们清蒙 也一定不会好过 林虎双目中射出了两道冰冷的光芒 目光冰冷的盯着纪青山 一抹战意在他身上弥漫了出来 第213章副院长 看来 要对付天门的人还不少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嘲讽的声音响了起来 然后两道笔直的男子身影从人群中缓缓走出 这两人一走出来 便是引起了一小阵骚动 因为此两人 便是内院前三的势力 刀剑蒙的两名成员 此次历练过后 两人几乎是要进入内院的人选 呵呵 天门小女子可不感兴趣 不过若是遇到新生天才 我们或许会感兴趣一些 紧接着 笑盈盈的声音也是传来 两道美艳的身影 逐渐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月门两人 幻蝶 云莲 所有人也揭示清楚 天门虽然崛起迅速 不过得罪的妖念和大势力众多 想要立足 十分的困难 除非历练中没有遇到这些人物 在两人出现后 一道道沉重的脚步 在众人耳畔响起 声音虽小 但却有着一股令人沉寂的魔力 所有人的声音 也在这一刻停止 包括刀剑萌的刀意 以及月门的幻蝶 所有的目光 都朝着发出这个脚步声的男子看去 这男子脸上有着一巴痕 长相有些猙獰和可怖 身上仿佛有煞气弥漫出来一般 此人 赫然正是修罗屠夫 圣元学院外院 最为恐怖的人物 修罗屠夫经过天门之时 目光朝着灵狐几人看了一眼 眉剑的灵霄出现 便一开视线 对于其他人视若无睹一般 继续迈开沉重的脚步 直到走到人群的最前方停止了下来 幻蝶和刀意两人面面相去了一眼 便没有再说话 也随即朝着前方走了过去 历练急剧 学院规定不许动手 此时说多了也是无用 而在修罗屠夫出现后 又有两道气势非凡的男子身影出现 见得修罗屠夫的身影 两人也并未说话 而是淡淡地走到了人群最前方 这两人 虽然没有让人觉得像修罗屠夫那样的忌惮 但所有人都是明白 此两人也是学院内不能招惹的存在 外院排名第一的段苍生 和另一名超级天才 五盟势力的成员 在站下来之时 段苍生的目光 淡淡地朝着天门的众人望去了一眼 没见到林霄的身影 眼中露出了一抹浓浓的失望之色 场面 静止了好一会儿时间 此时几乎所有外院弟子 都已经到齐 只不过让人关注的是 天门的方向 有一个人物还没有到来 那便是三个月前 震动整个外院的林霄 不会是怕了吧 到现在都还没出现 得罪了那么多妖孽 要是我我也不来啊 小命要紧 虽说放弃进入内院的机会很可惜 不过有这么多可怕的强敌 一旦遇到 十有八九会陨落 林霄不参加历练 倒也算一个明智的选择 没错 毕竟还是一名新生 再等个两三年再进入内院 也不迟 人群发出了一阵正义论之声 这让得天门的弟子脸色皆是有些难看 他们不相信林霄会故意避开杀戮历练 不过也是有可能闭关修炼错过 若是如此 天门的脸面倒是有些挂不住 不好意思 来晚了 然而就在众人猜测林霄不敢前来参加之时 一道淡淡的笑声响起 一个清爽淡静的少年 不紧不慢的朝着人群走来 此人赫然正是林霄 林霄的目光大致扫了一眼 此时整个广场上 所有弟子加起来 都要有上千人 这些人个个都青年 其实力几乎都在天舞以上 若是放到外界 这绝对是一个恐怖的超级势力了 在视线当中 林霄也发现了无数道冰冷的目光 正在凝视着他 莫蒙的弟子 莫义 刀义 幻蝶 断苍生等人 不过这些目光 最终都被他忽视了 走到天门弟子位置 林霄有些差异的目光 最终定在了灵虎身上 天舞九重 这么快 被压制了太长时间 突破起来就容易了一些 嘿嘿 林虎憨厚地摸了摸脑袋 林霄心底不禁叹息 三个月突破三重修为 这速度 他都是远不及 林虎现在的修为 比他都是高了一重 老大 你的修为 想必也精进了不少吧 林虎随即又问道 林霄笑了笑 道 哪有你那么妖孽 只是突破了一重修为而已 林虎可不这么认为 林霄的实力难以境界来衡量 谁知道他突破了一重修为 长了多少实力 老娘很快也要赶上你们了 旁边 胡月翘脸一挺 张了张小虎牙 很不服气地道 天舞六重 三个月四重 目光朝着旁边看去 林霄顿十亿惊 这妮子 速度更是恐怖 照这样下去 确实过不了多久就要超过自己了 同样 林霄也看到了旁边的 亡龙霸虎等人的精进 皆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两人 也算是天门的战将级别刀手了 都很不错啊 对了 天门 似乎更大了 林霄目光扫视着天门的弟子 说道 嘿嘿 我们天门现在 都可以排进茄石了 只是不长眼的家伙 还是多了一些 林虎笑了笑 目光看向了前方之石 泛出了一抹冰冷 林霄也是看向了季青山 刀翼 段苍生等 这些人 就算是他 也是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危险 那些家伙 是有些麻烦 此次杀戮历练 大家都小心着点 林霄提醒了一声 目光中也带着一抹冷意 林虎胡月 王龙等人皆是点了点头 嗖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花发老者的身影 朝着广场林空飞行而来 从众人的头顶呼啸而过 玄机立在了所有人的前方 那是首阁长老 他是武军强者 有人认出了林空飞行而来的花发老者 顿时惊呼了起来 不借助元气化一飞行 那便是武军强者 而这名花发老者 几乎所有弟子都不陌生 那便是守藏书阁的老者 平日里谁也没见过他出手 但所有人都清楚 这名守阁长老的实力 是相当的恐怖 可没想到 竟然是达到了武军境界 这种实力 在整片东南大陆上 都是可以横着走的人物 圣元学院 果然是卧虎藏龙 林消心中不由暗叹 武军强者 整片区域都是顶峰的存在 圣元学院内 随便一个守阁老者 就是这个修为 可想这圣元学院底蕴 有多么雄厚 而在这守阁老者出现后 一股莫大的威压笼罩 在了所有人的身上 现场顿时变得安静了下来 而在守阁老者转身 望向上牵弟子的时候 那股威压 方才消散而去 嘿嘿 望着目陋西记的人群 守阁老者淡淡的笑了笑 开口道 各位 老夫姓许 你们也可以称老夫为副院长 第214章历练任务 什么 此话一出 众人心头又是一惊 他们进入圣元学院两三年以来 学院内的事务 都由其他长老代管理 院长副院长这种人物 更是神龙献手不见尾 圣元学院外院 基本上就是放养式的管理 这对于圣元学院来说 或许就是大浪逃杀 到了内院 恐怕才会受到重视 平日里见不到就算 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个副院长 竟然就是他们经常见到的守阁老者 这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难道大人物 都喜欢这般慵懒的躲在人群当中吗 难怪 有这样的实力了 众人心头皆是探到 有这样的实力 如果不是学院内的大人物 恐怕都难到达了 毕竟武军这种强者 放在整个东南大陆上 也是相当的稀少 由于特殊原因 这一届的进入内院历练 提前了一些时日 不过 想必大家也很期待 接下来老夫给大家介绍介绍历练的规则吧 副院长声音朗朗介绍道 首先 你们要知晓 圣元学院的西北方向 是一片鱼龙混杂 秩序混乱的地方 也被称为混乱之地 文言 不少弟子纷纷连起了气息 这个地方 也有不少弟子也知晓 是一片极为混乱危险的地方 当然 也有不少弟子像林霄这般 对混乱之地闻所未闻 不过从其名称上来看遍知晓 那个地方绝对不是什么善地 在这片地区 没有什么秩序 没有什么规则 落肉强食 常日杀戮 进入这个地方 就是进入了杀戮之地 副院长接着介绍道 而在距离圣元学院西北方数万里之外 有一座圣城 这座圣城与圣元学院是同盟 你们的任务 就是一个月内 一路穿过混乱之地 到圣城接一个任务 只要完成圣城的一个任务 就可以成为圣元学院的内院弟子 文言 众人纷纷一惊 这沙漏历练果然不是一般 穿越数万里的混乱之地 再接一个任务 方能有机会成为圣元学院的内院弟子 坚不说这个任务有多艰难 要一个月内活着走过数万里的混乱之地 恐怕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当然 在到圣城之前 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才能接受任务 副院长淡淡一笑 手中取出了一个白色的手镯 笑道 我将赐予你们每一个人一个杀戮手环 这个手环 会记录你们杀戮人数的点数 天舞之下 杀十人会出现一个黑点 天舞初阶 也就是一到三重 杀一人出现一点 天舞中阶四到六重 杀一人十点 天舞高阶七到九重 杀一人一百点 而初阶舞王 杀一人便是一千点 以此类推 杀掉越强的人 黑点就越多 而给你们的小任务是 记录点数 存够一千点 才能进圣城阶任务 幻音落下 现场引起了一片哗然之声 天舞初阶才是一点 占够一千点 那便要杀一千个天舞初阶的舞者 或者一百个天舞中阶 又或十个天舞高阶强者 再或者一名初阶舞王 如果是天舞八九重的妖念还好 杀十个同阶舞者都不算太难 可现场的青年弟子 大多数在天舞初阶中阶层次 要杀战这么多人 这也实在太难了吧 尤其天舞初阶的弟子 要完成任务 他们可是要杀死一千位同阶强者 而且还要在一个月内完成 这还是各小任务 天舞初阶的弟子 有种就哭当场的冲动 杀一千名同阶强者 若有一次失败 恐怕就是与命的下场 这几乎都要等同于不可完成的任务 天舞中阶的弟子同样也不好过 他们同样要杀上一百名同阶强者 要说轻松一些的 也就是站在天舞高阶的弟子 可以说这次历练仿佛就是以他们未准开设的 不过 谁又敢有何意义 毕竟圣元学院内院需要的就是强者 优胜劣汰 嘿嘿 这次历练有一定的危险性 如果哪位弟子无法前进 可以停留在混乱之地 直到完成任务为止 副院长笑咪咪的说道 花一片哗然之声响起 如果无法完成任务 就必须留在混乱之地 如果他们完不成任务 岂不是以后都无法回学院了 如果没完成的时候 他们岂不是都可以说不算圣元学院的弟子了 这也太残酷了吧 难怪没有网界弟子 有人忍不住叹息 完不成任务就无法回圣元学院 那进入混乱之地 恐怕每个弟子都会拼命去杀戮 林霄也是安安吃惊 这圣元学院不愧是民生这片大陆的学院 这竞争果然够狠 如果想好了 那就准备出发吧 望着众人吃惊的模样 副院长习以为常 淡淡地笑了笑道 还有 圣元学院外百里之内 我会做监视 不允许任何院内弟子相互动手 否则愿归处理 圣元学院外三百里 同样也算是圣元学院的范围 一个五军想要监视 十分简单 三百里之内 不让动手 副院长的意思就是不希望 圣元学院弟子之间相互出手 不过 圣元学院这么多弟子 没有冲突是不可能的 他也不可能一直阻止 而以三百里为限 一旦走出三百里的范围 弟子之间就相互走散了 想要遇到的机会也会少一点 如此一来 就可以避免还没进入混乱之地 就大规模相互厮杀的情况 好了 现在 戴好手环 杀戮历练 开始吧 副院长一挥手 上千枚手环便从储物界当中飞涌而出 向各个弟子飞去 望着飞来的洁白手环 林霄单手一招 直接将手环带入手中 一股微微冰冷之感流入肌肤内 林霄摸了摸手环 隐隐感觉到上方有着一股微弱的气息在流转 想来这手环上 应该是步入了某种阵法 方才有杀人记录点数的情况 在拿到手环之后 便有不少的人数 开始向圣元学院外掠闪而去 进入内院资格的杀戮历练 他们显然有些迫不及待了 当然 还有个原因 便是争取最早远离圣元学院区域 省得还没走进混乱之地 就成为了别人的点数 此时 末义带着末蒙的人朝着林霄走了过来 走到一帐外 末义冰冷的目光 狠狠地盯着林霄 道 林霄 这次历练 我会让你把所有对我做过 十倍还回来 哦 林霄不屑地打量了一下末义 对方那么有自信 想来是实力精进了不少吧 不过 难怪就只有他末义精进 他停留在原地吗 呵呵 林霄只是笑了笑 没有回话 这让德末义被受侮辱 一股怒意 在他身上弥漫了开来 哼 林霄 你等着吧 等进入混乱之地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能打败我再说吧 林霄摇了摇头 没有过多搭理末义的意思 末义沉怒 没有再多说 一甩手 带着末蒙的三十数人离开 实力有些提升 可惜还不够 此时 修罗屠夫也是朝着林霄走了过来 他的目光 带着孤寂的冰冷 不过 如果历练终遇到 我会出手 希望你不要让我太失望 说吧 他转身便大不离开 林霄目光宁了宁 如果是平常人说这句话 他倒是不会在意 不过这话从修罗屠夫口中说出 却有着一股浓浓的危险 可以修罗屠夫的脸上看得出 其那股自信 并不是盲目自大 放心 想要战胜我 可不容易 林霄对着修罗屠夫回应道 修罗屠夫顿了顿 便继续前行 哼 不自量力 段苍生冷视了林霄一眼 冷哼了一声 当即转身离开 哟 这次历练小弟弟可要小心咯 姐姐上次的气还没消呢 幻蝶嘴角勾起妩媚的危险弧度 我也很期待 刀一脸上露出了一道嘲讽的笑容 随即与幻蝶几人一同离开 我也很期待 林霄嘴角泛起了一抹冷笑 这些人都当他是好捏的软狮子不成 回头望了望天门的众人 见得天门众弟子双目中皆是有着西际光芒 林霄欣慰地点了点头 道我们也走吧 第215章清运 圣元学院外三百里 天门五十数人悄然过 途中倒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遇到的一些灵兽 也皆是被这种庞大的阵势惊走 除了在前一段途中遇到没有瓜葛的普通弟子 在三百里之内 倒也没有再与强大一些势力相遇 毕竟三百里外的范围 实在太大了 分散开的上千人 想要遇在一起也不容易 而且很多人也想着急忙走出这个范围 当然 除了与天门相对那几个势力 其他势力和弟子道也不敢惹天门这样的强大势力 将外前行了两三百里之时 林霄等人方才发现 山脉中的灵兽越来越多 不过 为了避免引来一些麻烦 林霄便命令天门的人不要出手 任其惊慌逃走便是 毕竟想要针对天门的人不少 此地还不算走远 若是动静太多 让武蒙 月蒙 刀剑蒙 青蒙以及莫蒙同时来围剿 那可是相当麻烦的事情 其实 依仗着团队 猎杀灵兽也不错 步行中 灵虎猎了咧嘴 单笑道 人多灵和分下来那就太少了 胡悦却是狠 不赞同弟摇了摇头 林霄摇头不语 他更注重弟的历练 如果团队猎杀灵兽 那就没有历练的作用 除非是为了专门收集灵和 不过他们现在显然不急需那么多的灵和 吼 然而就在时候 一道受吼的声音员远地传了过来 林霄眉头一皱 连忙抬头向前看去 吼 空 空 空 阵阵声音接连传来 只见前方一片片林木倒塌而来 林霄摆了摆手 五十多名弟子神色微微凝重起来 连忙提起了拔刀提剑 准备迎敌 他们这么多人 敢如此横冲直撞向他们奔来 恐怕这头灵兽实力不弱 空 空 在摆杖之外 众人视线中 先是两道浑身是血的身影朝着这个方向飞了过来 紧接着 一道数十丈的巨蛇横冲而来 这两人 一男一女 青年男子年纪更小一些 十七八年纪 女子双十年华 林乱的发丝上都沾染了血迹 可以看出其必然经历一场艰难的战斗 不过 狼狈的模样并没有完全掩饰那名女子娇美帝姿色 再见到林乔前方出现了这么大一批人 两人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两人面面相视了一眼 旋即朝着林乔等人面前飞奔了过来 停在了树杖外 讲请各位救命 青年女子连忙拱手请求道 青年男子也露出了请求的目光 而后十分忌惮地朝着身后望了过去 戒备着那横冲而来的巨蟒 三阶高级灵兽 林乔的目光 也投射向了横冲直撞而来的巨蟒 吼 眨眼的时间 没来得及多说 那巨蟒已是冲过了过来 失 失 失 而就在这时 一股股天舞气息是如洪水般爆发 荡起一阵狂风 向前方席卷而去 感受到这股气息 青年男女猛然大惊 这五十多人 个个都是天舞境界 这阵势 也太恐怖了一些吧 那巨蟒仿佛也感受到了这股可怕的阵势 猛的止住了身形 抬头望了望前方 然后赫然转身 惊慌逃窜而去 呸 好不容易遇到个大家伙 不出手 太浪费了 灵虎擦拳膜 一股战斗的热血涌现了出来 一枚三阶高级灵河可是很值钱呢 胡越也有些西际地望向了灵霄 不过 灵霄却是摇了摇头 一枚三阶高级灵河 还没有被他那么看中 以后猎杀灵河的机会 还多着呢 乔得灵霄摇头 灵虎胡越以及天门的弟子只能心底暗自叹息 不过他们也不得不赞叹 灵霄虽然张狂 但形势还是十分谨慎 见状 青年女子也瞧出灵霄是这对人马的领头 连忙对着灵霄拱了拱手 很感激说道 多谢诸位出手相救 否则我们今日恐怕就要才在这里了 旁边 青年也是抱了抱拳 望着前面一匹人马 眼中有着一抹忌惮之色 这是怎么回事 灵霄在两人身上打亮了一眼 淡淡的问道 青年女子连忙说道 我们是黑风成亲家的人 小女清韵 正位是我的弟弟 清风 因为前来猎杀灵兽 没想到遇到一头三阶高级巨蟒 被追杀了百里 哦 灵霄微微吃惊 脸上露出了好奇之色 两人羞为 青年男子达到了天舞六众 青年女子达到了天舞七重 这个年纪能够有这般修为 天赋可不比圣元学院的弟子差了 而且能够在三阶巨盲百里追杀下 还能够活下来 他们的实力也是肯定不弱 圣元学院是天才聚集之地 而这两名黑风成来的青年 都有这个水平 看来这黑风成 也不是寻常之地 黑风成 是什么地方 林霄好奇地问道 黑风成距离此地数千里 是混乱之地 一个自由交易的城池 里面有人收集零售 和兑换五王元丹 当然 也可以用零和或者五王元丹 兑换其他物品 留学简单地介绍道 五王元丹 林霄易经 五王元丹 是用零和通过一种 蕴含特殊能量的 天转石材料淬炼 转换成天地元气的丹药 是一种四品初级丹药 其中蕴含着的元气十分的庞大 足够为五王提供修炼的元气 也正是因此才名为五王元丹 到了五王境界以后 每次修炼和提升境界 往往都需要庞大的天地元气 而天地兼天地元气都比较稀散 光靠吸收天地元气已施不及 所以要借助凝聚元气的丹药修炼 五王元丹 正是这种丹药 五王元丹 是一种四品的元气丹 对修炼 没有丝毫的副作用 等同于吸收天地元气 这种丹药 说珍贵 也不算太稀罕 但说寻常 也不见得 首先 至少要四品初级灵控师才能炼制 其次 就是要用天转石这种材料方能炼制出来 否则 就算有再多的灵荷 有再高的灵控树 也是难为五米之吹 这也是蓝蓝帝国 有叶峰华那样的五品灵控师 也没有一枚五王元丹的原因 见得灵霄有些吃惊的样子 刘雪雾以为灵霄不知晓五王元丹了 当即解释到五王元丹 顾名思义 就是五王专门用来修炼的元气丹药 属于四品初级丹药 十分珍贵 可以说是混乱之地的一种硬通货 其价格也是十分的昂贵 需要用十枚三阶高级灵盒才能兑换一枚 或者五十枚三阶中级灵盒 亦或者用二百五十枚三阶初级灵盒才能兑换 不用其说 灵霄心底自然知晓五王元丹是硬通货 不仅是混乱之地的硬通货 在整个大陆深处 都是硬通货 只不过有更高品级元丹 五尊元丹 五军元丹等等 在混乱之地是硬通货 那想必这个地方有天转石 若是能找到一个天转石矿 一定会发大财的 灵霄心中烂道 第216章等待劫匪 望着圣元学院一群弟子单纯的神情 轻韵想了想 接着说道 五王元丹一般五王境界才催动修炼 不过如果承受力强大一些的天武高阶强者 也同样可以动用的 如果各位想要兑换五王元丹 倒是可以去黑丰城兑换 黑丰城最近几个月来了一位四品初级灵控师 大量兑换灵和 倒是十分抢手 我们就是为了五王元丹 才来猎杀灵兽到了这里 文言 天门弟子皆是微微露出了西季的光芒 我们确实对五王元丹感兴趣 如果清韵姑娘不嫌麻烦的话 还请代我们议程 林霄当即果决地说道 他不是对五王元丹太感兴趣 而是两人对线路非常熟悉 有两人带出便可以很快走出这里 如此一来 他们的竞速就可以加快很多 只要与圣元学院的弟子分散了 到时候就算碰上了其他对手 也有了对抗的底气 当然 他也不会傻到去完全信任清韵两人 混乱之地出来的人 恐怕都不会像学院内的弟子那般单纯 只不过以两人现在的实力 就算有一心也闹不出什么风浪来 对于林霄的快速决定 清韵两人都是微微诧异 不过见得众人稀奇的目光 便是有些欣喜地点了点头 你们就我们一命 无以回报 现在就全当尽点心意吧 在林霄的事宜下 一群人绕开被那条巨盲毁坏的线路 低调地冲行 以这对人的实力 如果全速行进 两千里的距离 两三日便能够到达 不过清韵身上受着伤 在离开原地一段距离后 林霄先是让两人休整了一些时间 方才继续前行 在远离圣元学院七八百里之后 林霄也开始让众人猎杀灵兽 五日之后 方才到了距离黑风乘两三百里的地方 当然 这途中的灵河收获也是不少 足有数十上百枚灵河 越是靠近黑风城 途中遇到的人便越多 不过 因为这是庞大的缘故 也没有人找他们麻烦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林霄也没有无故让天门的人出手 虽历练有杀戮点数的要求 可不是见人就杀 再有两百里 就是黑风城了 虽然黑风城有些秩序 不过外面可就非常混乱了 黑风城外的劫匪比较多 望着前方一望无际的草地 清韵木漏忌惮的说道 前面方圆百里 都是平地 暴露在视野当中 十分危险 所以 前方百里 需要全速冲行 而且 夜间出行相对安全一些 我们不妨等到晚上再前进 一望无际的地方 方便找人 而且要路经此处前往黑风城 手中的东西肯定不少 那自然也是劫匪喜欢出没的地方 不过 这劫与被劫 可并不是谁能够决定的 劫匪遇到更强大的队伍 抢人不成反被抢也是屡屡发生的事 这里的劫匪 可有武王抢者 林霄淡淡的开口问道 武王倒是很少出没 这附近区域 要说有武王抢者 那也就只有黑风城城主达到了那个境界 清运回答道 那就不用等到晚上了 现在就出发吧 光靠我们手中的这些灵盒 还兑换不了两枚武王元丹的 林霄很干脆的说道 这让德清运和清风嘴角微微冲动了一下 人家经过这里都生怕被抢劫 他们这是 故意让人过来抢劫 不过 以他们五十多人的这么大阵势 就不知道哪对劫匪敢过来抢 而听的林霄的话 天门的弟子也有些兴奋了起来 这几日以来 他们基本没与人动过手 他们倒是很想看看 这混乱之地的武者到底有多强横 那好吧 乔德林霄如此决然 轻运点了点头 玄机领头带着一对人马 向前行去 在一对人马缓缓行入草地不久 远处果然有着一些人影闪动 不过看到这对人马的数量 有一些人影又退缩了回去 毕竟 看不清对方实力 人数又如此众多 贸然出手 风险也是极大 而在前行实数里之时 果然有一些人忍不住要动手 一对三十余人的人马 已是冲了过来 卷起一股猛烈的狂风和灰尘 滚滚地向林霄五十数人冲来 冲到近前 三十多人分散开来 竟把五十多人围住 每个人身上 都是散发着强横的气息 想要镇住这对人马 而在一群人散发气息的同样 也是把实力暴露在林霄等人面前 这三十数人 只有十多人是天舞境界 其余之人 都是在天舞之下 其中为首的一人到达了天舞九重 不过天舞舞者都是在天舞七重以下 如果遇到普通的队伍 倒是算有些实力了 不过他们很倒霉 遇到的是林霄的队伍 想要过去 把身上的东西都扔过来 威首的中年人冲着林霄等人滚滚大喝道 身上天舞九重的气势全部爆发无疑 然而林霄嘴角浮现出了诡异的笑容 旋即一股浩大的气息 自他身上散发了过来 紧接着 五十多股天舞强者的气息 纷纷爆发而出 荡起一股猛烈的狂风 向四面八方浩荡而去 什么 都是天舞强者 中年人顿时猛掉了 这些人都是年轻人 本以为实力会非常弱 不料却个个都是天舞强者 这阵势明显是达到了一种恐怖的地步啊 如果让他知晓 给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啊 其他劫匪这一下也几乎被吓傻了 纷纷露出了骇然之色 有些人双脚都已经在发抖 这哪里是来抢劫啊 明显是来送死的 诸位 我们改变主意了 我们走 中年有些虚心的喊了一声 挥了挥手 掉头就走 叫话 对方这阵势 即便他是天舞九重强者 也丝毫没有一点出手的勇气 要是走晚 恐怕就没有走的机会了 打劫不成就想走 是不是太随意了一些 冷淡的声音 从林霄的口中传了出来 各位 你们的传杀戮点数 可以开始了 第217章抢劫匪 空 空 空 林霄幻音一落 一团团夺目璀璨的光芒 在这一刹那激发了出来 一股股可怕的拳风剑芒 向着思念八方激荡而去 扑 扑 扑 一道道身影被震退而去 鲜血吐出 也有一些天舞舞者护住了身体 另抗了一击 不过在下一刻 天文五十数人 纷纷冲出 近距离与三十数人大站在了一起 战斗 出现了一面倒的情况 哼 想留下我 没那么容易 中年人露出了猙獰的面容 身形移动 整个人暴退而去 讲逃 没那么容易 林霄脚步一踏 整个人仿佛化作闪电一般 向中年人横冲而去 眨眼的时间 林霄便是冲到了中年人的近前 手中拳头一动 恐怖的力量令空间仿佛都要破碎了一般 爆发出了一阵刺耳的破空之响 可怕的波动在附近空间中弥漫了出来 感受到背后恐怖的力量向自己袭来 中年人神色大变 连忙转身 催动出体内天舞九重的全部力量 一掌横挡了出去 哼 一阵撞响 一股浩大的力量波动在两人全掌之间爆发了开来 中年人的身体 直接被震出了十数杖 好可怕的力量 中年人脸色一阵惨白 体内气血汹涌 在这段区域 能够混到现在 他天舞九重的力量 显然不弱 不过此时却被一个天舞八重的青年随意一拳就轰得差点负伤 有些实力 不过 还是跑不了 林霄嘴角勾起来了一抹冷笑 脚下在动 在猛冲出去的同时 体内丹田浩瀚如海般的力量汹涌澎湃了出来 手中拳头一握 附近空间空气仿佛都在沸腾 逆乱了起来 逆乱二世 林霄拳头轰出 一道道璀璨的逆乱元气汹涌爆发 规矩成一股细流常驻一般 横空冲去 空间仿佛要被刺穿 空气犹如要沸腾了起来 劝灭音空掌 中年人脸色骤变 连忙催动出最强的武技 毕生的力量在这一刻催动了出来 手中双掌推出一道道掌风汹涌而出 荡起一阵阵猛烈的阴寒之风向前迎击而去 砰砰砰 掌风一阵阵接连溃散 无匹的逆乱元气横柱全盲 视如破竹般破开一切阻挡 轰向了中年人 中年人脸上露出了惊骇之色 想要再出手已经来不及 只得催动出最强的护体元气阻挡 轰 护体元气一阵溃散 中年人身受重击 一口鲜血从他嘴中喷出 整个人远远到飞了出去 再送你一拳 林霄冷笑一声 拳头一握 狂暴气息散发而出 狂暴的拳翼在他手中冲势而出 轰 拳头挥出 可怕无比的力量在拳头前方爆发 汹涌沸腾的逆乱元气全柱 冲过长空 轰向了中年人 中年人身遭重击 此时已是无法再催动几成的力量 勉强推出双掌 一道道掌风浩荡而出 不过 最强一击都未能阻挡林霄的攻击 这一掌 更是无法阻挡林霄 催动狂暴武艺的一击 只听得砰 的一声爆响 中年人的身体倒飞而去 一片鲜血 从他的胸口上喷洒了出来 中年人脸上挂着惊骇之色 他的胸口 被洞穿出出了无数个细小的窟窿 整个人缓缓失去了生机 倒在了地上 诗 此时 一股气息涌入了林霄手中的白环 手环上 出现了一百个黑点 这么轻松就存了一百点 林霄嘴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冷笑 这一千点的要求 对于他来说并不算太难 对于眼前的中年人 林霄也没有一点怜悯 截人恒截之 杀人者恒杀之 如果今天他们实力不济 恐怕倒霉的就是他们了 这混乱之地本就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哈米灭了一帮劫匪也在正常不过了 望了前方的中年人尸体一眼 林霄将中年人的储物界取出 至于其他劫匪都不够其他天门弟子出手的 倒也没有急着去出手 在周围混乱中 林霄淡然站在原位 催动出原力探入储物界中 将储物界打开 一枚五王元丹 数百枚灵盒 见得储物界内的东西 林霄双目微微亮了起来 果然是劫匪 这行当还真是富有 林霄脸上忍不住露出了一抹喜色 五王元丹 一颗都是价值不菲 此外还有两百枚三接出灵盒 八枚三接中级灵盒 按照一级一比五的灵盒兑换 若再有两枚三接中级灵盒 总共加起来 便可以兑换一枚五王元丹 也就是说光是这中年人 就差不多拥有两枚五王元丹的财富 难怪那么多人喜欢做劫匪了 这杀人越获的勾当 比亲自去猎杀灵兽要来的快无数倍 不到半刻的时间 战斗的声音已是停止了下来 毫无疑问 这是一面倒的碾压 三十数名劫匪被全部击杀 这让德一直在旁观看位动手的 清运两人目瞪口呆 这阵势战力实在太恐怖了一些 就连天舞九重的首领 没几下就被搞定了 这么多人也只是没一刻的时间就全部解决 这股势力可谓是恐怖 而毫无疑问最强大的便是他们的领头 凌霄 清运双目中 隐隐流光亮了起来 嘿嘿 这凡打劫 还真是转 一下子就捞了几百灵盒 还存了一百个杀戮点 探了探手中的储物界 林虎咧嘴笑道 他也是杀了一名高阶的天舞强者 其余不少人也是面带兴奋之色 想来从这帮劫匪的储物界当中也捞了不少好处 动静有些大了 想必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不过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敢再过来 望着一脸兴奋的天门弟子 林霄淡笑道 嘿嘿 要不咱们也做劫匪得了 一路抢过去 胡月露出小虎牙 甘笑道 林霄无奈的摇了摇头 这妮子是满肚子的坏水 清运两人无语 要是这群人做劫匪 那还得了 不过 见得林霄等人的实力 清运的双目 微微闪过一道异样的目光 虽然清运的神情被他掩饰了下来 不过仍旧被林霄捕捉到了 这让得林霄心中生出了一丝警惕 清运两人 恐怕不是那么单纯的想带路 轰猛龙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阵狂奔的轰猛声 突然从前方滚滚传了过来 声音有远极近 速度非常之快 那远处的天际 只见得滚滚的沙尘漫天弥漫而来 林霄眉头微微一皱 看着气势 似乎来头有些不小 比前面那帮人马强悍了许多 天门众人此时也露出了正色 一股战意弥漫了出来 刚有人送上门 现在又有一波找上来了 不过隐隐见清前方的情形之时 清运姐弟两人的神色突然煞变 第218章玉虎君 那是玉虎君 沉默寡言的清风惊声叫道 他的脸上 露出了浓浓的忌惮之色 话音一落 一道道虎啸之声 便远远地传了过来 吼吼吼 伴随着滚滚的灰尘 一头头足有一人高的胸虎 向前狂奔而来 每头胸虎上 都骑坐着一个黑衣男子 男子脸上 皆是戴着半镂空的铁面具 样子颇为的凶神恶煞 每个人周身都弥漫着森然的杀气 玉虎君 望着远远夺来的林霄微微皱眉问道 这是混乱之地最可怕的劫匪 神出鬼没 听说骑手领是能够控制虎兽的可怕五尊强者 每个玉虎君成员 都是杀戮无数 而且每个人都配有一头三阶凶虎灵兽 而且玉虎君居无定所 让混乱之地各大超级势力都忌惮 京韵心有余悸地介绍道 能控制虎兽的五尊强者 林霄眉头一挑 因为灵兽脑袋中拥有灵核 十分地难控制 控制灵兽 要么是超越能控奴人类的高阶灵控师 要么就是拥有一只某种灵兽的特殊能力 能够超过控奴的恐怕都要六七平以上 这种级别别说在混乱之地了 恐怕在整个大陆上都很少出现 如果这个级别恐怕也不用组建一个天舞这个级别的队伍了 这种情况显然有些不可能 排除此外 那便是第二种情况 那与虎军的首领 是拥有压制虎兽的特殊力量 而此时更让林霄担心的是 向他们夺来的 会是什么级别的高手 如果是其首领 或者是武王强者 那绝对会是相当的危险 轰猛龙 莫过一会儿的时间 滚滚兽影 便是冲到了千丈之外 那股毫无掩饰的气息 十分强大 那逐渐清晰透露出的人数 足有二十人 其中最强的一股 自然便是跑到最前方的一名灰铁面具的男子 浑身散发着天舞九重的气息 那好荡着的滚滚气势 比普通的天舞九重都不知道墙上多少倍 不过这让得林霄心底也是暗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没有武王以上的强者出现 这只是玉虎军其中的一小队人马 但他也不敢掉以轻心 虽然对方只有二十人 但加上坐下的凶虎灵兽 相当于四十个天舞强者 而且等级高了一些的灵兽 实力堪比两三人 如此队伍 实力恐怕与他们差不多 全力准备 林霄眉头一挑 手中出现了一柄长剑 双手持剑 高高举了起来 不容林霄提醒 此时其他人已是剑拔弩张 体内力量运转到了极致 清韵姐弟两人更是紧张到了极点 在他们一时 遇到玉虎军的人都很难生还 林霄双目紧紧盯着前方 带得一群玉虎军冲到数百丈外之时 历时大喝道攻击 空 空 空 一团团夺目璀璨的光芒爆发而出 耀眼的刀光剑盲照亮整个天地 一股股强横无匹的力量向着前方 汹涌激荡而去 浩瀚如海般的能量波动随之席卷 地面草地被彻底卷飞 荡起漫天的灰尘 三 只见前方 为首的灰铁面具男子力时大喝一声 那二十头蒙虎灵兽犹如轻车熟路般 猛地向两方闪开而去 爆发出来的惊人速度似若闪电 眨眼的时间便向两方闪了开来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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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耳欲聋的声音接连响出 前方地方被浩瀚无匹的力量淹没 浩大的冲击力令得地面都微微颤动了起来 不过 这些力量皆是扑了个空 二十对人和虎兽在闪开攻击之后 借着冲击浩荡出的波动 加速从两方向凌霄一群人围攻而来 二十人手中的刀剑 纷纷挥舞而出 一道道夺目耀眼的光芒绽放 五匹的刀光剑芒浩荡着恐怖的波动 接连向前辟而来 可怕的力量激起一阵震意笑之声 轻韵两人神色大变 身上的力量连忙催动而出 不好 凌霄眉头也是力皱 体内澎湃的力量也是涌动了出来 这些人训练有素 在他们出手扑空之时立即反击 显然他们很少人能够催动着很强的力量回击 好在 圣元学院的弟子个个都天赋非凡 实力不弱 在这短暂的时间 不少人已是能够催出第二击 一团团明亮光芒激发而出 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向四面八方轰出 轰隆隆 雷鸣般的声音响起 对撞的力量爆发出了浩瀚如海般的能量波动 正催动着璀璨护体元气的天门弟子 不少人被震得脸色战红 还有一批人被震得吐血 还有数人直接就被掀翻在地 毕竟急忙之下 五十多人中来得及施展攻击的只有不到一半人 而且不是太强的力量 更多的波动都向着他们汹涌了过来 杀 一道青年人的声音 从那灰铁面具男子倾土而出 一道道人身受影 当即向着五十多人冲杀而来 每个御虎军手中大刀长剑蕴含着巨大无比的力量 近距离披斩而出 身下胸虎灵兽双爪同样撕披而出 那蜂蜜的爪锋 似欲把空间都要撕裂开来一般 蕴含了极其恐怖的力量 两人对付一人 其余之人 一个个围攻 这领头交给我 林霄滚滚大喝一声 脚下一踏 整个人身前对冲而出 搜 闪过胸虎的利爪 林霄冲到了更上方 体内雷源滚滚涌动 雷霆剑决运转 一剑披斩而出 便是惊起了一阵巨大的风雷之声 当 两顶长剑撞击在了一起 爆发出了一阵刺耳的金属交击之声 几道夺目的闪电火光 在两剑之间向外蹦射了开来 在强大的撞击之下 两人皆是退了数步 林霄微微一惊 这欲虎军小队领头 果然实力不弱 震得他都双手振振发麻 而这灰铁面具青年嘴角也是浮现了一抹惊讶之色 显然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少年 竟然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哼 灰铁面具青年冷哼一声 脚下一家胸虎 胸虎带着整个人向前猛登而出 青年手中常见舞动 浩大的剑气绽放了出来 三阶高级灵兽的聚立立爪 向林霄的膝盖撕来 上有斜剑下有虎爪应付起来 可是相当的麻烦 第219章雷金玉虎军 那就是事雷霆剑觉得威力有多大 林霄目光一鸣 体内浩瀚的雷人汹涌澎湃起来 通过经脉向双臂中滚滚奔涌汇聚 在一人一虎冲来之时 脚下猛的一踏 双手持着的长剑 自向上方轮动而出 长剑下护住膝盖 上挡住胸口位置 重重的于虎爪和对方的剑迎击了过去 真是找死 灰铁面具青年嘴角泛起了一道冷笑 以一人之力阻挡他和三阶高级的攻击 简直就是拖大 而且 就算对方能勉强挡住不受闯 他与凶虎接下来的攻击 将会十分猛烈和致命 直到将对方打倒 都不知道多少高手败在了他与凶虎的趁机猛烈攻击下 垂死打了再说 雷霆仪式 木雷劈 林霄低贺一声 手中的长剑已是与对方的长剑虎爪撞击在了一起 当 空 巨大的金属交击和雷鸣的声音 同时爆发了出来 恐怖的力量撞击 碰撞出了明亮夺目的火花 恐怖的波动自两箭之间向两周浩荡了出来 与此同时 一道道闪电 在两箭之间 林霄的剑刃上迸射了开来 鸡射在了三阶胸虎和灰铁面具青年身上 尸 尸 灰铁面具青年和胸虎被鸡得化退出了数步 一人一兽身体剧烈颤抖了一番 受到了不小的电击 这让得灰铁面具青年一阵震惊和发愣 以往他面对的同阶强者 很少拥有与他一人一兽同时对抗的实力 眼前的少年 力量强大到力量足以对抗他们一人一兽不说 竟然在对击的时候 暴射出雷霆来 这少年 竟然是什么样的人物 年纪轻轻 就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此时 灰铁面具青年体内气血翻涌 这雷霆闪电击中 明显超出了他的预料 必无可避 在击到身体之后 很快就渗入了全身 遇到很差了 灰铁面具青年终于事变了下来 嘿嘿 再来 林霄邪笑一声 脚步一踏两步冲出 一剑又劈了出来 灰铁面具青年眉头大皱 在被雷霆闪电击中 愣了一下的时间 回过神来 林霄的剑已是劈到了他进前 连忙举剑迎击 当 空 金属碰撞和轰隆声音爆发 无匹的波动爆发 竖到雷霆闪电向前蹦射 再次击射在了灰铁面具青年 和下方的凶虎灵兽身上 强烈的雷霆之力 让得一人一虎都面露出了难堪之色 林霄大喜 接连举剑攻击而出 每一剑批出 都有一阵风雷之声响起 一剑对击 都有无数道雷霆闪电迸射而出 波及前方一片空间 对方必无可避 雷霆剑决 以雷原催动出的雷霆之力 本身就拥有极其强大的攻击力量 而且在攻击的同时又爆发出 雷霆闪电击射攻击对方 让对手措手不及 而且雷霆之力本就是狂暴的力量 催动着狂暴的力量激发体力 趁机接连猛烈攻击 直到把对方打倒 当然 雷原的消耗也比较大 不过 攻击力却十分的强悍 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抗得到他体内的雷原消耗殆尽 林霄身心也是一阵兴奋 这还是他第一次动用雷霆剑决基敌 雷霆剑决的攻击手段 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一个强大的天舞九重强者 都被打得如此狼狈 轰轰轰轰 一阵阵轰轰的声音 一人一胡打得阵退连连 接连的攻击 让得一人一胡都措手不及 一道道雷霆闪电 接连击射在了他们身上 虽然他们也催动出了护体元气随防御 但显然也是防不住 灰铁面具青年和三街胸虎口中都已是吐出了鲜血来 灰铁面具青年脸色惨白难看 这哪里是他们一击之后 要接连暴击对方 明显是反过来了 被对方打得都快没脾气了 雷霆击射 虽然一两击不致命 但十数鸡之后 已是让他们身体有些承受不住 遭到重创 就连此时有机会攻击对方 都已经催动不出了太强大的力量 而且还不知道对方有什么后手 而且 再加之此时 对方拥有五十多名天舞强者 个个都伸手不弱 长久下来 他们与虎军定然败北 他们这次算是踢到硬铁板了 这一次恐怕是他们欲虎军最憋屈的一次了 退 灰铁面具青年当机立断 大喝一声 身体一跃 身下的胸虎一个转身 向后方开始猛冲 双脚夹住下方的胸虎 灰铁面具青年的身体 再快速倒退而去 而手中的长剑 再次迎击向了快速冲来的灵霄的剑上 轰 撞击之力 把灰铁面具青年震退 速度更快了一些 不过那雷霆闪电 冲击得让他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 再次受创 三阶胸虎灵兽被雷铁得又不由自主地盾了一下 不过很快将体内的力量全速爆发 向前猛冲而去 与此同时 其他方位正在与天门其他人对战的玉虎军 听到灰铁面具青年的命令之后 对马也是纷纷跃起转身 让胸虎灵兽掉头 自己反向落在胸虎身上 出手阻挡攻击 快速向外抱退出去 眨眼的时间 一个各玉虎军纷纷退了战圈 唯有灵虎的对手 遭到了重创 其他人 遭遇抢手的玉虎军也仅是受了一些轻伤 简然这支队伍的成员都不弱 而天门成员当中也有着受伤的弟子 轰 轰 在暴退的同时 灰铁面具青年遭受了 林霄三次雷霆攻击 方才退出了林霄的攻击范围 带着一群人狼狈的向前方逃窜了出去 此时 清韵和清风两人都惊呆了 在混乱之地长大 他们知道玉虎军有多么的可怕 可如今 才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玉虎军的威力还没展现出来 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狼狈逃跑了 在望向林霄的目光之时 两人皆是犯着一抹震惊 他们自然是知道 能够把玉虎军打得如此狼狈 就是眼前的这名少年 这少年的实力 当真是强大到离谱 平凡的肉身 竟然能够施展出雷霆之力来 这种可怕的雷霆手段攻击 恐怕除了武王之外 不知小的人都会踩在他手中吧 拳击 清韵的脸上 闪过了一抹不可察觉的异色 老大的实力又变强了 王龙有些震惊地道 本来他还打算慢慢与林霄拉近距离 没想到后者又有了新的手段 若是自己面对那名玉虎军领头 胜负还不好说 没想到林霄这么几下的时间 就把对方搞定了 若是林霄这攻击放在自己身上 恐怕后果也是一样 仓皇而逃 这些都是大家伙 可惜 让他们逃了 望着一群人滚滚离去的身影 胡悦有些遗憾地叹道 这玉虎军实力不弱 只是来不及发挥实力而已 想要真正啃下来很难 林霄不禁叹道 若真的把这支玉虎军啃下来 恐怕他们天门的弟子都会折损一半 这显然不是他想看到的 还事了一眼天门弟子 林霄发现这么短的时间 还是有不少弟子受了伤 不过也好在没有致命 加速前进吧 在观望的劫匪 恐怕已经没人敢再出手了 更强大的势力 恐怕也不会明着干这种大规模抢劫的事 林霄随即吩咐道 随着的话落下 一群人便是加快了脚步 朝着前方行去 第220章五军木藏 随着一群人的推进 方圆百里的平原草地 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一片低坡树林 在穿过几座山脉之后 再次进入平地当中 这处平地 显然没有前方那般一望无际 到处都是有一片片的树林 行走这片区域的人云也是渐渐多了起来 虽然这些人身上都散发着杀戮和傲慢不驯的气息 但也没有像劫匪那般 见人就动手 这些人 都在相互警惕着 都在朝着黑风城赶去 随着一群人的前行 那古老的城池 也是渐渐露在林霄等人的目光当中 见到这座城池 清运的目光 这一刻也绽放出了极其冰冷的光芒 而后望去了林霄 目光变得复杂了起来 进城的人还不少 林霄目光有些差异望着进城的一个个人群 这些人群当中 不少都是成群结队 有些队伍的人数 都达到了三四十人 与他们都不差多少 进城的人怎么这么多 似乎有些不合理啊 胡月娜挺着俏脸 有些狐疑的望向了旁边的清运两人 文言 清运美眉提了提 干脆的回答道 因为 最近黑风城正准备拍卖一份 武军墓藏钥匙和地图 武军墓藏 林霄一惊 脸上露出了动容之色 虽说武军与吞天灵帝那种级别还差得很远 但如今这个世界 恐怕武军都是十分的稀少 就如那风云天 凭借着六品灵石突破到了武军一重 还是蓝蓝帝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武军 可见武军有多么的稀罕 而其实力 虽说只是武军一重 那也是相当的恐怖 若是没有美天魔阻拦 恐怕他拥有再多的底牌 都会葬送在风家 风云天其本身身份就是风家的大长老 若是在走动个几年乃至十数年 其身上的收藏 恐怕都都要抵得上一个国库 若是等其有幸突破到武军中阶乃至高阶 蓝蓝帝国甚至周边的帝国 都会臣服于他的脚下 其身上的财富恐怕是要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 就算是圣元学院内那低调的副院长 其身上定然有着不会轻易拿出的重宝 由此见的一个武军的牧藏 其价值不可估量 一旦有消息出现 定然会吸引大量的关注 而林霄自己 也只是得到了吞天灵地 除了武技和技艺 其他的物品都没得到 弱得能够找到武军牧藏 能够从里面捞出一些宝物 被他们日后进入内院 乃至杀回蓝蓝帝国 都会有不少的好处 此时天门其他人目光也纷纷大亮了起来 他们可没有林霄这般 能够碰到吞天灵地这样级别的际遇 既然是武军牧藏 为何会有人拍卖这个钥匙和地图 自己去不是更好 旁边的林虎有些疑惑的问了一句 这个我也不清楚 可能是拍卖的人觉得实力不够 吞不下武军牧藏吧 金玉也不确定地猜测到 确实有这个可能 林霄也是微微点头 武军牧藏这种地方 定然是凶险至极 如果实力不够 找到牧藏也是没用 反而还要搭上一条性命 这时候倒不如拿出来拍卖 获得巨大的好处 当然 大多数人在面对这么大的诱惑之时 即使是实力不够 也会去冒险 能保持理性的人 只是少数 又或者 带有其他目的 不过无论如何 林霄他对这个牧藏要是 十分的感兴趣 我们先进城 全集 林霄抬头看向了前方 脚步踏出 朝着城门走了过去 一群兴奋地点点头 他们也想瞧瞧 这混乱之地的黑封城 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黑封城 隐隐散发着一股古老的气息 城墙上有着无数兽爪和刀剑的痕迹 满目沧桑 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在巨大的城门口 有着一群守门站在那里 拦着要进入城池的人群 戴德人群皆交出了入城费之后 方才放他们入城 乔德林霄一干青年走来 人数还不少 守门的一名黑衣青年闪过一道贪婪的目光 整个人微微愣了一下 然后在林霄等人前方伸手拦道 要进城 每人交一枚三接初级零和 每人交一枚三接初级零和 林霄微微一愣 仅是进城而已 就要每人一枚三接初级 这价格跟抢劫没多大差别吧 文言 旁边的青韵脸上露出了怒意 骂道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我也是黑封城的人 进入城门 一枚二接初级零和已经顶天了 竟然开口一枚三接初级零和 你也不怕撑死 被人戳穿 青年恼羞成怒了起来 哼 那是之前 现在是军藏拍卖会时期 就是要收一枚三接初级零和 多少人还等着进去呢 想进去交零和 没有零和就滚蛋 我们黑封城未对 可不是你们得罪的 青年的态度 十分的强硬 在混乱之地乱的人 自然是知道装强班式的道理 到现在 林霄终于是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脸上没有怒涩 反而露出了一抹笑意 不进去了 我们走 林霄当即开口道 让得手们青年都微微愣了一下 这么就走了 这也太好打发了吧 本来想从这些人捞一些三接初级零和 即便是数量少一大半都行 可这也走得太快了些吧 走 他这完全是在敲诈 听得林霄的话 轻运气得够呛 林虎其他也是愣了愣 一个黑封城而已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就算杀进去都可以 竟然就被一个守门的小子坑走了 以林霄的性格 不应该就这么憋屈吧 尖杀了他离开 等换了人 我们再来 我想 这个军藏拍卖会时期 黑封城也抽不出那么大力量 来对付我们吧 林霄淡淡的笑了笑 目光看向守门青年之时 一道冰冷的杀意弥漫 身上可怕的天舞八重气息 直接笼罩向了眼前的守门青年 天舞八重 守门青年到西一口凉气 一股冰凉之感 涌入心头 眼前这少年 修为比他高了足足五重 那股气息更是让他有种极端危险的感觉 压迫得令他都快喘不过气来 而从少年的眼神中 可以看得出那股浓浓的杀意 他丝毫不怀疑 如果自己不改口 对方会直接杀了他 而且少年的话也说到了他心坎里 他只是一个守门的卫队而已 在城主府那里根本就不起眼 卫队成员丧命 那不过是最寻常事情 此事本就是他故意找茬 城主府根本就不会为他去寻仇 从这一点就看得出 眼前的少年分明知道了他的心思 听得林霄的话 林虎这才反应过来 咧嘴露齿笑了起来 一股天舞九重的气息 威压向了这鸣 天舞九重 这青年双脚颤抖 都忍不住要跪了下来 旁边 几名守门卫队成员见状 顿时警惕了起来 不过见得旁边还有五十多人 便没有贸然上前阻止 真要动起手 别说后面那五十多人冲上来 就算只是眼前这两名高手 足以把他们全部碾压了 按下转張